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交和谐关系的建立 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叫神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叫伦理 在人、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不同的伦理法则来匯范 但是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伦理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问是不是有一些跟我们现代一定有不同 是不是不适用的 当然这个伦理原则还是可以追寻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决定一些圣经伦理继续遵循 还是今时代我们不需要按字面的意思来看 那我大概可以有上面有几个建议 大家可以考虑 第一就是伦理法则它的实践会在别的经文里面继续出现 等于说这个经文出现的地方越多 它的知识度越大 第二如果伦理在它的视节应用方面 随环境都改变了 那我们要取它的应用的原则 比方在农业社会里面 它有很多的建议 可能在商业社会里面 它的视节并不适用 但是它的大原则还是可以来接纳的 比方诚信 勤奋 关爱 关怀爱护 承担 这些都是道德原则 还是可以供我们现代来参考的 第三方面 这是一些正义性的一些伦理事者 我们就按照大家的自由的来选用 其他人不应该来再以批评 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个在信仰跟我们伦理表达方面的资源 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共享其成 一起分享 最后 我们要固守爱神爱人的原则 善用 自由 还有谅解方式 彼此建立 彼此交往 真言第一章 我怎么样来形容它呢 我会用一句话说 日日求智慧 领受主干言 这甜蜜的言语 真言 开宗明言 讲到它的好处 好像对我们说 开准有一 它从一般人 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 到不同类别的人 比方有余环人 少年人 智慧人 聪明人 大家不需要来对号入座 但是每一个人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敬畏神的人 原来智慧跟知识都离不开对主的敬畏 那我要请大家可以用敬畏神来试试 来经历他的改变 对他有更多的体会 在第七节 他说 敬畏厌华是知识的开端 于亡人藐视智慧和熏慧 第十到十九节 可以说是第一章的第二段 他告诉我们面对恶人的做法 我想有两个原则可以做的 第一就是不要随从 不要跟着他们 第二就是不要跟他们搭档 同伙 有一句话常常说 由福同享 由祸同当 其实这句话 不一定是真的 因为很多人是可以共犯烂 但是不可以共富贵 有些时候当我们一起抢祸的时候 最后就是我们所害的就是 连我们自己的命一大伤 何故找一些敬畏神的人 一起来寻求真神 追求敬畏神的事情 同样在十九节里面 他说贪恶之心不可有 他说贪恶之心来夺去得财者的命 保罗也对提摩太说 贪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恶前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了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 我想保罗应该领会真言的道理 因此说出智慧的话来 神的话就有提醒和更新的力量 在第一章的最后一段 就是二十到三十三节 智慧就好像母亲来呼唤这个余环的儿子 有一句话我把它改一下 说不敬阿妈言 吃亏在眼前 唯有听从我的就是讲智慧 好像阿妈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真言第一章三十三节 或许我们读完这一章以后 当我们面对现在的疫情的话 我们有一种处变不尽的感觉 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 他来看寻求智慧如寻找珍宝 《悦卜记》二十八章里面 也提到这样的态度 然后他提出很多不同的 你可以叫他一个动词 一个叫他态度 他就提到领受 成绩 折耳听 专心求 呼求 扬声 寻找 守求 这个是态度 也是一种行动 没有行动 我们哪里有得做 智慧 它的版源来自上帝 所以在第六节他说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 这个是本人 结果怎么样 第五节就说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我想起在信乐里面 耶稣曾经讲一句话 他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就必晓得自教训 我是出于神 我是我凭做自己所说的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 虽然这句话里面 这个自己是讲到耶稣基督 但是行真理的人 会透过他的实践 会验证 耶稣真理的实在 而真言第二章里面 他说也带给我们一些福分 他说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第十节里面所讲 这里也提到 此守真道有两个意图 首先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十六节 其次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一人的路 在第二十节里面所讲 原来吃炼怪妙的话 把它看为真理 和念慕淫妇 最终都是以拜涂地 第三章 我们要留意他的所谓的不和 跟不要的一些提醒的话 我举个例子 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 他说你要尊心仰赖耶稣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又敬畏耶稣华 远离二世 年轻的时候 我很喜欢教会的生活 因此我在教会里面还可以 不错 但回到家里面 我的表现 跟父母的要求很不同 而且我们的关系非常不好 父母有时候会怀疑 你参加什么教会的 为什么没有改变 到后来神有一次 更新我自己 以致我在家里面的表现大不同 在家人的眼中 我真的可以见证 神改变了大能 那我们问 我们会不会家里面有一套 家会里面有另外一套 我们出来社会 工作 我们会不会依旧有两套的法子 家会一套 外面一套 以致我们真的成了佛生生的两面人 那境外神 所带来的应该是表里一致的一种改变 认定神 必须要走他所认为当行的路 所以我们在证言里面 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一些 提醒我们的伦理项目 在第三章里面 我大概列出有几十个项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受教的心 要熟记 发责 命令 切实来均行 第三 知道精卫带来改变 第四 有智慧所得到的福分 比银子 精子 宝贵 第五 得智慧 能对兔人 发生的事故 处变不惊 第六 要向灵色行善 第七 要与灵色和好相处 第八 看见耶和华如何对待恶人 还有行事 坏妙的人 那我们又如何对待他们 如果我们把另外一个加上去的话 也可以的 真言是有很多宝贵的真理 是让我们学习 盼望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 以科目神智慧的一种心态 我们来读这个真言 今天我们临收分享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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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